老话常说,傻人有傻福,越是在年少无知的时候,越不理解这句话,意气风发的人都觉得,人自然是越聪明越好的,于是在成长的时间里拼命汲取四面八方的知识,希望让自己变得更睿智。 终于有一天,你变成了自己当初稀迹的样子,什么都略知样,知识涉猎范围很广,某些时刻甚至可以称得上精明,终于不怕自己糊里糊涂被骗了,但是却发现,自己理想要的生活依旧遥远,恍然发觉,原来人并不是越聪明越幸福的。 很多人自以为精明,精打细算一辈子,从不让人占自己半点便宜,可是这样的生活,极少能有快乐和幸福可言,任何事情都把利益放在首位,而忘记自己原本在追求的是什么。 至于那些以前总被嘲笑的人,看起来憨憨傻傻,似乎谁都能去占他点便宜,一副好欺负的样子,到头来,反而他们过得是最开心的,他们的身边围绕的都是能互相给予快乐的人和真挚的人, 简简单单,没有任何算计。正如以下这四种人,表面看着很傻气,其实是自有福气的。 欢迎订阅一览国学,每天与你分享新知识。 千万不要错过下期精彩,《红楼梦》、刘姥姥,装傻是世事动名的情形。 以前读《红楼梦》,总是关注泼辣精明的王熙凤,聪明灵动的林黛玉,大方典雅的薛宝钗。 可随着年龄增长,越来越开始佩服那位目不识丁的刘姥姥。 二进大观园时,刘姥姥主动装傻,半年丑绝。 任凭王熙凤把花胡乱插在自己脑袋上,还学小姑娘搔手弄姿,说道, 我虽老了,年轻时也风流,爱个花粉的,劲儿老风流才好。 果然,惹得众人大笑不止。 吃饭时,贾母这边说声起,刘姥姥便站起身来,高声说道, 老刘,老刘,十辆大四牛,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。 自己却鼓着塞布雨,众人心是发症,后来一听,上上下下都哈哈地大笑起来。 刘姥姥当然知道大家在拿她取乐,但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, 咱们哄着老太太开个心,有什么脑袋。 你先嘱咐我,我就明白了,不过大家取个笑。 这富丽堂皇的大官员,就像是一座精美的牢笼,禁锢住了姑娘们的自由。 在身份地位相差悬殊的情况下, 情绪价值是刘姥姥唯一能提供给王熙凤和贾母的东西。 所以,装装傻,做个女灭片又何妨,老舍说,自嘲者的心是成熟的。 敢于把自己当笑点的人,深谙看破不说破的智慧, 他们懂得什么时候该聪明,什么时候该装傻, 因而更能圆融地与他人相处,与人相处,贵在装傻,巧在糊涂。 比起事事精明,偶尔放下身段,适当装聋作哑,才是真正的清醒。 西游记猪八戒装傻是自在逍遥的态度。 之前有一个热门话题,看过西游记原著号。 为什么那么多人开始喜欢猪八戒? 网友们各书己见,提到最多的一个词,便是装傻。 取经路上,猪八戒有饭就吃,有床就睡,日常装傻半丑绝斗同半开心,没有谁比他更逍遥自在。 三大白骨精后,唐僧把孙悟空赶走,却被黄袍怪抓走。 猪八戒无奈之下,只好去花果山班救兵,却受到了猴子猴孙的挖苦戏弄。 他们先是压着八戒磕头认罪,随后又说八戒长得不像好人。 可八戒遭此侮辱,非但不恼不怒,还赶紧陪笑道自己是悟空的故人。 猴子猴孙们又嫌弃八戒长得猪头猪脑,八戒当即就装锋作怪,任凭对方百般捉弄。 八戒憨厚搞怪的样子,也使得悟空的气消了一大半。 随后,八戒又顺水推舟,对大圣溜须拍马,成功把悟空哄下了山。 八戒在花果山所受的这些委屈,换了其他任何人承受,估计都会郁闷好久。 但八戒却始终装傻充愣,嬉笑一对。 看过西游记的人都知道,在师徒四人中,八戒受到的委屈和责备是最多的。 比如悟空,气急败坏时,就骂八戒是呆子,夯祸。 师父唐僧也时常责备猪八戒好持懒做。 但八戒从不因此跟他们正面起冲突,而是以一副嬉皮笑脸回应他们的轻视。 正是凭着这种心态和智慧,猪八戒才能在灵山受风时,获得满天神佛的认同,成了自由自在的靖坛使者。 有句话说,聪明太累,傻才幸福。 我们终其一生要学会的,便是如何像猪八戒这般,以装傻对抗恶语,用顿感屏蔽烦恼。 毕竟,活得太清醒的人,整日会被负面情绪所扰,从而丧失快乐的能力。 活得傻一点的人,却能在笑纳所有伤害后,仍选择傻里傻气的过活,这样的人会比谁都活得自在逍遥。 会装傻的人,懂得看破不说破。 宋朝人张其贤,依次举行家宴,有一位手下人看到宴会上那餐具精美,看似下无人,迅速拿了几只塞入怀里。 张其贤看到了,觉得其人品有问题,但没有点破,放在心里好多年都一直没说。 后来,张其贤当上了宰相,给他其他手下都提拔了,唯独没有提拔那位到银器的人。 有些人有些事,看明白就可以了,没必要点破,因为点破了,只会令其尴尬,并不能改变什么。 众生海海,关系复杂,用装傻去洞察人士,比精明外露的直队更智慧。 即使是最亲的夫妻关系里,最好也要装些糊涂,这样才能收获和谐和幸福。 一位妻子很暧昧,常为自己买新衣服,又怕丈夫埋怨,总是把新衣服在衣柜里放几天,再拿出来穿。 当丈夫问,又买新衣服了? 他就会回答,哪有,是以前买的。 丈夫笑笑,也不追究,其实他心里明白,只是不点破。 而丈夫呢,为了用钱方便,自己存了点私房钱,放在妻子平时翻都不翻的资料书里。 谁知,却被妻子一次打扫卫生时无意中发现,妻子觉得好笑,却没有去质问丈夫,又把钱放回原处,就当作没看见。 这对夫妻就是一对糊涂的聪明人。 正如电影《与美人盛开的山坡》里的那句台词,没有人是傻瓜,只是有时候,我们选择装傻,来感受那叫做幸福的东西,谁言事事不可说,只是看破不说破,有时人和人的智商都差不多,只不过真正的聪明人,懂得在一些事情上装傻。 正板桥曾写道,聪明难,糊涂由难,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。 人就跪在《难得糊涂》,在《中国好声音》担任导师时,李健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在盲选阶段,有一位参选的女孩,当被问到是做什么职业时,表情明显不自在起来,小声地说,我是一个活动歌手。 大家都很疑惑,不明白什么是活动歌手。 另一位导师哈林解释说,就是大楼开幕剪彩等商业活动,去做助兴演出的歌手。 还没等哈林讲完,李健就淡淡地说,哦,那和我们也差不多啊。 女孩听了这话,一脸的不自在,瞬间不见了。 马上笑着说,我怎么能和你们一样呢? 一个尴尬的场面,被李健不动声色地化解了。 这恰到好处的装傻,正是一个人高情商的表现。 有人说,聪明是一种天分,而装傻则是一门哲学。 真正有智慧的人,都懂得该糊涂时糊涂,反而会受益良多。 张作霖就深谙此道,当年他手下刘亦菲在上海被打得屁滚尿流,后来他化妆成和尚,靠着乞讨才回到东北。 作为败军之将,刘亦菲去见张作霖,紧张得知冒汗,结果出乎意料的是,张作霖不但没动怒则斥。 反而显得特别高兴,他说,太好了,你回来了,听说你化妆成和尚了,在江南,只有你跟孙传芳打了八个小时的仗,别人一枪没放就投降了,现在我又给你心编了个旅,好好训练吧。 张作霖用这样的方式给刘亦菲留了一个面子,不但鼓舞了他的士气,更培植了他的忠心,可谓是一举多得。 真正睿智的人,懂得在别人陷入窘境时,给人找个台阶下。 与人方便的同时,也是予以方便。 不接人伤,不孝人短,适时装一点傻,用无痕的方式帮人除危解困。 是人的一种修养,也是做人的格局。 《道德经》中有这样一句话,知不知,上,不知知,病。 意思是,不知道而装懂,是于病,而知道却装傻,则是上上之至。 正如莎士比亚所说,与其做愚蠢的聪明人,不如做聪明的笨人。 很多时候,学会装一点傻,其实更是智慧的表现。 做人的最高境界就是,大巧若拙,大智若愚。 懂得装傻,是收敛锋芒。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,是个典型的刺头愤青,咸丰皇帝下诏求批评,别的官员说的都是皇上多注意身体。 曾国藩却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字,批评朝政,批评皇帝,把自我感觉良好的咸丰帝气得半死,要不是有人拦着,几乎就要把曾国藩拖出去砍了。 曾国藩在湖南带军,因为自觉皇帝待他不公,公然威胁皇帝,你要是不给我督府大权,我就撂挑子,皇帝顺水推舟,把他轰回家了,曾国藩的前半生锋芒太盛。 湖南的官场,没一个喜欢他的,朝廷上也没有喜欢他的,因为他太直,太真。 这样的人没什么不好,但是真要出来做事,就造了罪了。 这次回家之后,曾国藩深刻反省之后,开始赌刑皇老知道,曾国藩起伏之后,第一件事就是败会了自己的老对头,低头服软, 甚至连县令这样的芝麻小官,都有礼物奉上,和启光,同其尘,调和光芒,收敛行迹,书本上的世界是非黑即白,而现实中的事情却错综复杂,很多问题不是道理是非,就能说清楚,出头的船子先烂,懂得装傻,收敛锋芒,做人不要太矫真。 苏存说,我们总是太过理智,所以过得并不开心,当每件事情都细想前因后果推算成败得失,生活不再有意外,也很难有惊喜了。 人生不是时时刻刻都处于生死战场,没有必要处处无差错的精明,更没必要拼杀个你死我活。 相反的,现实生活中,很多时候,我们更需要的是糊涂一点,从而让自己更接近幸福。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见。